广州队换上了这个 你怎么好 你怎么好 还有攻击 杀进去 颖着防火人 哎呦 天哪 在影片开始之前 先考大家一个小问题 所谓的零来风 是发生在哪一年 答案是2012年 距离现在已经十年了 而在这之前一年 姚明刚刚宣布 殷商退役 有些运气好的艺人 会因为一首歌 或一个角色的爆红 而名利双收 某种程度上 林书豪的经历 有点与此类似 从原本默默无闻的 边缘球员 把握住了难得的机会 只用几场比赛 就迅速红遍全美 及所有华人地区 不会有人质疑 林书豪曾经在 NBA取得过的巨大成就 不同于姚明先天的 身高优势 作为华裔球员 能够在控球 后卫位位置上出彩 迅速能夺 当大家都以为 这将是一个 励志故事的开头 并将继续延续 华裔球员 在NBA的传奇 没想到 那段时间 却可能是 整个剧情的 最高潮部分 在林书豪 无奈离开纽约后 好运似乎也未能延续 休斯顿火箭 洛杉矶湖人 夏洛特黄蜂 他此后辗转多支球队 同一支球队 最长也只待过两个球季 平凡的更换球队 加上伤病的影响 使得状态 在逐渐缓慢下降 最终 他和很多不再被NBA 认可的球员一样 来到中国寻找机会 并成功加盟 北京手钢队 在CBA的第一个赛季 林书豪还可以拿到 长军22.8分 4.0个篮板 5.8次助攻的数据 但是 在中国的职业赛场上 同样要面对着挑战 比如这种贴身强势的防守 再加上随着年龄增长 速度和铁力下降 他最拿手的突破 也不再犀利 更多的采用突破造犯规 来赢得罚球得分的机会 而作为外线选手 在体能下降后 原本就不稳定的外线投篮 就更不可靠 这样的得分效率和场上表现 如果是本土球员 基本上还可以进入轮换阵容 但是美籍的林书豪 又需要占据一个宝贵的外人名额 所以当第二个赛季 场均得分下降到13.7分后 北京首钢宣布放弃与林书豪续约 今年9月 广州龙师在队中已经有陈寅俊的情况下 迁入林书豪 当时曾引发球迷质疑 自2017年加盟广州后 陈寅俊已经成长为CBA顶级后卫 而广州队的整个进攻体系也是围绕着陈寅俊来布置的 在加入林书豪以后 两个都需要大量球权的人如何才能更好的融合呢 几场联赛之后 广州队总教练郭世强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 10月12日广州队青岛上场时间13分钟的6分 10月14日广州队四川上场时间4.8分钟的2分 10月16日广州队山西 林书豪是大名单中唯一没有获得上场机会的球员 已经有多家中国体育媒体放出风声 称广州队不排除提前踩掉林书豪 而他的下一个落脚点将会是台湾 见过大场面也受过大伤 从意气风发到英雄沉默 这也许就是每一位运动明星的宿命